尼泊特颱风带来17级强风 吹倒许多广告招牌跟铁皮屋 包括台东丰田机场 四周围里也全部倒塌 第一次看到这样吗 看得很糟了 看得很糟了 台东专科学校这棵种植数十年的行道树 甚至被连根拔起 许多房子屋顶整片被掀开 大大招牌已经不知飞到何处 住在铁皮屋的郭姓姐妹 历经一夜强风肆虐 怕到打算要搬离 是昨天几点 大概四五点左右 四点多的时候还没有 你听到倒下来 我们三点多就没有睡觉了 很恐怖 那个声音太恐怖 没办法 只能够说大自然 十七级超强阵风清洗 让台东全线包括蓝玉 共有四万多户停电 甚至电信及网路 一度出现不稳及中断情形 六十年来罕见强风 让台东地区居民一夜难睡 台风过后的重建之路 同样让民众伤痛脑筋 就这感觉不一样 小孩们打算 台东市采访报道